大家好 欢迎来到东坡肉的苏的频道 感谢你的点赞 订阅和分享 商卓妍不顾与我的婚约带了新女伴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还亲手将我和他订婚交换的玉卓摔碎 只为博他身旁女孩一笑 我礼貌又疏离的招呼二人 隔天 便把玉卓碎片还了回去 连同退婚的消息一起 惊圈哗然 可商卓妍却依旧沉醉在温柔乡 直到我和其他男人在车内接吻的视频被拍到 商卓妍发狠动用所有关系找到我的住处 攥着玉卓碎片的手 微微颤抖 没等开口便被我身旁的男人挑眉对了回去 拿着几块破石头当自己情圣呢 别来脏了我老婆的眼 邻家大小节的生日宴 经全新一辈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全部到场 除了商卓妍 可讽刺的是 人尽皆知 我和商卓妍已经定下婚约 他商卓妍什么都不用做 就足够把我推进京圈各家舆论的漩涡 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 但愿今晚商卓妍别再搞出更大的事来 我面上带着笑 与来往的宾客周旋 即便有心之人 借着商卓妍没来的名头 明里暗里的嘲讽我 我依旧保持着女主人的姿态 不轻不重地拨了回去 特意从国外赶回来的好友念念将我带到隐蔽处 避开众人 以堂 他商卓妍到底什么意思 就认有你在这辈指指点点 是啊 我也想知道商卓妍到底什么意思 真那么讨厌我 这些年何必对我若即若离 让我误会 现在一次又一次撕下我的面子 让我难堪 也不知道林以堂使了什么手段 这些年缠着眼少还不够 还没脸没皮的凑上去求着人家订婚 是林以堂主动求着订婚的 那还真新鲜 为了男人脸都不要了 哈哈哈 可不吗 谁说狗打几次就跑了 你们看他林以堂这么多年 不也没跑吗 哄笑声格外刺耳 我攥着酒杯的指尖隐隐发白 心脏一阵抽搐的疼痛 我难受的不是他们的话 而是我知道 没有商卓妍的默许 没人敢这样说 商卓妍 原来你是这样看我的 念念 在我身旁红着眼眶紧攥着拳头 感觉下一秒就要冲出去 却被我拦下 念念 今天是我的生日 给我个面子 安稳度过今天就好 眼少来了 商大少爷 可算等到你了 我们还以为你为了夺某人 以后的婚礼都不会出现呢 文声我急忙向入口看去 脸色却在下一瞬变得格外苍白 商卓妍来了 可她怀里还拥着一个女人 那我算怎么回事 我们的婚约又算怎么回事 念念也看见了商卓妍怀中的女人 眼神死死瞪着他们二人 我尽可能稳住身形 一步一步走向大厅中央 尽管我知道我脸上的笑 已经僵硬到极致 看见我后 商卓妍还着女人的手臂 又紧了几分 漫不经心的给女人手上套上一只玉琢 轻柔的落下一吻 这才回答先前和她打招呼的人 什么婚礼 你们可别在我宝贝面前造我的谣 那玉琢和商母订婚时送我的一模一样 自从订婚之后我便一直戴在手上 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我的手腕上 此刻我像是被剖开瘫在人群的小丑 商卓妍 你今天李子面子事都不打算给我留了 商卓妍怀中的女人似乎很享受这一切 娇媚的垂着她的胸膛 眼尾一瞥 再看见我手望后面色扭曲起来 商大少爷 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有你这镯子 不会是批发来的吧 阿猫阿狗 哈 看吧 只要商卓妍愿意 一个随随便便跟在她身边的女人 都能任意羞辱我 我捏着酒杯的手已经轻微发抖 却还是笑着上前开口 举杯 言少 不知道你今天带女伴来 招待不周 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说完我甚至不敢停留 便要匆匆离开 却被商卓妍抓住手臂 细细的抹扎着我手上的镯子 尽管提 那我要你这只镯子你给不给 念念忍不住上前 几步甩开商卓妍抓着我的手 拦在我面前 商卓妍 闹够了吧 你这付不情不愿的样子 做给谁看呢 好像当初订婚是逼着你去的 刚才我还需要强忍着泪水 不让它流出来 可现在 我只觉得心脏疼痛难忍 可眼泪却一滴都没有了 商卓妍 既然你想把事情做得这么决绝 那我便陪你 我轻拽了念念一下 上前退下玉镯 递到商卓妍面前 轻笑道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如今你想要 我当然是原路奉还 商卓妍微眯着眸子看着我 像是想看透我的心一般 片刻 她吃笑一声接过镯子 将宝唇凑到怀中女人的耳旁 亲密的开口 宝贝可别说我们家这镯子谁都有 这世上就这两只 金贵得很 可我有办法把你手上那只 变得更珍贵 你信不信 女人旁若无人的 搂住商卓妍的脖梗 笑得格外妩媚 你想怎么做 商卓妍轻笑一声 露出的半边侧脸 带着顽固的俊美 可手上的动作却格外残忍 砰 玉镯被摔在地面 碎片四溅 不知踪影 你看 现在你手上那只就是世上独一份了 四周静的可怕 所有人都知道这镯子是商母留给未来而袭的 我原以为我会伤心 会难过 会痛到难以呼吸 会悔过自己怎么就爱上了商卓妍这样一个人 可我都没有 我甚至笑出了声 突兀的打破四周的平静 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甚至泛起了泪花 商卓妍似乎是见不得我笑 脸色格外阴沉 我扶着念念 朝商卓妍笑得真诚 商大少爷 你今天算是给我长见识了 这真是我林义堂今天最好的生日礼物 商卓妍不语 静静的看着我 轻吃到 笑得这么开心 以后别哭就好 我摆了白手 招呼服务生将地面打扫干净 转头离开 这次 我走得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留念 谢谢你啊 商卓妍 我没有说谎 这真的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隔天 我将玉琢的碎片包在锦盒里 命人送还给商母 连同退婚的消息一起 京城哗然 今天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觉得我疯了 微信消息界面疯狂跳动 我干脆直接将手机关机 在最后一秒 商卓妍主动给我发来消息 玉琴故纵对我没用 悠着点 别玩脱了 可真好笑 最开始把订婚当成乐子 肆意践踏的 不就是你吗 我毫不留情地点下关机键 别再爱商卓妍了吧 林以棠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很丢人 放过自己吧 我蜷缩在床上 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因为那冷的源头 就是我自己 我想我这次可能是真的放下了吧 从每一寸肌肤每一处回忆里 硬生生的把商卓妍剥离开 商卓妍占据的地盘太多 留给我自己的太少 所以我才会冷 但是还好 我会挺过去的 思绪翻涌 飘向我和商卓妍刚认识的时候 是我主动 假装不经意地去篮球场给她加油 女生们争相送给她的水里 也总会有我的那一瓶 商卓妍的学生时期太过耀眼 我没想过 让她成为我自己一个人的太阳 可她却向我走来 会红着脸挑出来我给她买的水 会在我终于有勇气跟她表白后 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 会故作冷静自迟地说 表白应该我来主动 然后大张旗鼓地追我 全校都知道 商大少爷被林以堂迷住了 摘星星捧月亮 恨不得把一切都送到我面前 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跑到我楼下对我说 林以堂 你千万要一直喜欢我 她不似其他金圈纹裤般 仗着资本浪荡 我们一起跨过无数日日夜夜 可突然有一天 她变了 她消失了整整一周 回来后带着浓重的酒气 将我抵在沙发 眼眶星红地逼问我 你爱的究竟是我 还是我背后的家族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商父商母的婚姻 以及商卓妍的出生 都是一枚棋子 为了家族的商业版图而存在 金圈这样的婚姻有很多 丈夫和妻子各玩各的 隔天还能挽着手 在众人面前演成一对恩爱夫妻的模样 我抱着商卓妍 反反复复地告诉她 我爱她 无论她姓什么 无论她背后是谁 我都爱她 可她变得越来越多疑 林家和商家的生意 稍微有些许交集 都能成为她暴怒的理由 后来 有人在酒吧拍到她 无数的女人争先恐后的扑向她怀里 我想帮她 我不知道怎么证明 我爱的是她 可有过嫌隙的感情总会破裂 我所做的一切 在她眼里都变成了冷冰冰的联姻任务 商卓妍掐着我的脖子 一直在笑 笑声却不达眼底 宝贝 原来我做什么你都会忍着我 那我何必为了你装的人模人样呢 再后来 京城没有比商卓妍玩得更花的公子哥了 商卓妍 我累了 对不起 我要放手了 我好像一直在梦境中挣扎 又似乎一直没睡着过 现实与回忆交叠 直到敲门声 变成了砸门声 砰 的一声巨响 有人破门进来 我终于闭上了眼 这一次 我睡得很安稳 再次睁眼是在医院 趴在我身边的人眼下一片乌青 身上墨色的大衣也被压出了褶皱 不知道守了多久 连眉心都是紧皱的 我看了一眼窗外 太阳刚刚升起 透过窗户撒在我身上 正打算再次闭上眼睛 一旁的人却突然惊醒 嘴里喃喃着我的名字 以堂 病房的门被人推开 念念也是一脸憔悴的进来 看见我醒后 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林以堂 你还要为那个傻子逼迫自己 折腾成什么样子 我摇了摇头 心中泛起苦涩 却没了当初的撕心裂肺 再也不会了 这次我真的放下了 我尝试过了 也拼尽全力了 用我的尊严和感情做赌注 但是我赌错了 没关系 我还是林以堂 念念抱着我哭了好久 直到茶房的医生进来 交代注意事项时 我身旁的男人才将他拉走 念念红着眼睛 一边抹眼泪 一边给我介绍 这是纪云帆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后来他出国了 前两天刚回来 对啊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回来 连行李都没带 纪云帆 这个名字在我有印象 当时在学校里 他一度也是风云人物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出国 再后来 我便只在各种宴会中 才会听见这个名字 纪云帆垂下眸字 随意笑笑 因为有很重要的事 所以就回来了 我和纪云帆并不熟悉 听见这个 便急忙开口道 你有事情忙不如 先回去吧 耽误你太久 不好意思 纪云帆 抬眼看我 那眼神中 汹涌又极度压抑的情绪 让我一惊 我确实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但现在 没什么比你重要 纪云帆这话属实 不能不让人多想些什么 念念上下打量了他许久 趁着纪云帆去取药的功夫 郑重的对我说道 乙堂 他还不错 你要不 试试 我被他这一打岔 不由的弯了弯唇 念念想让我走出来的心情我能理解 不过这似乎也太快了 距离我退婚还不到三天 更何况 伤着岩之前不也是这样 现在 回想起伤着岩 我的心中还是无比的痛 神色也逐渐落寞下去 念念似乎看出来 上前几步抱住我安慰 乙堂 那个混账 已经耽误了你七年 你不能再被他影响一辈子 我点点头 念念叹了口气 动作却没停 干脆利落的收拾好东西 我先走了 你们俩 好好相处 我再次被他逗笑 这是一点空窗期都不想给我留 纪云帆回来手里 还拿着早餐 见房间里只剩我一个人 勾了勾嘴角 并没有多问 将餐盒里的粥拿出来后 却躲开我的手 拿出勺子吹了吹 递到我嘴边 这么明显 我要是再不懂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脑子不好了 我别开头 努力组织好语言 我最近并没有 我知道 纪云帆搅动着手中的粥 打断我即将要拒绝的话 我只是不想再因为一时的犹豫错过了 给我一个现殷勤的机会 不需要有结果 一切都是我的心甘情愿 可以吗 他甚至都没说是一个追我的机会 我连拒绝的理由都没有 温热的周地到嘴边 这次我张开口吞了下去 医生说我只是一时情绪波动的太大 随时可以出院回家 纪云帆将我送回家中 主动离开 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忘记伤着眼的方法有很多 不一定要开启新恋情 沉迷工作让自己没功夫 想别的事情也一样可以 念念经常来劝我 乙堂 要不你还是歇会吧 你刚从医院回来 身体熬不住怎么办 这几天你就没好好休息过 我摇了摇头 继续看着手中的文件 我这么拼 不仅仅是想要忘记商卓妍 还有一个原因 自从我和商卓妍取消婚约后 那些打着跟我们邻家搞好关系 就等于和商家搞好关系念头的人 纷纷以各种借口取消合作 损失不小 我得想办法把这些补回来 可助理给我的报表中 公司一切正常 我来回检查细节 究竟是怎么回事 直到我看见某份合同中 记云翻三个字 一切浮出水面 从医院回来后 我便一直找借口疏离记云翻 即使我知道他已经回了京城 以后我们见面甚至合作的机会不会少 可我暂时想不出别的办法 只能借口工作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但是现在 我看着合同上记云翻的名字 第一次主动给记云翻发消息 城东那块地 我们找时间聊聊 对面很快回复 好的 记云翻选的地方很漂亮 全景玻璃 只需向下看一眼 便能把京城的繁华全部收在眼里 顶楼的餐厅只有我们两人 我将合同递过去 开口 介绍 你们家平常不做这方面的生意 你不怕水深 记云翻扫了一眼桌面上的合同 倾笑看着我 既然你不给我献殷勤的机会 我只能自己找了 不过更多的是相信你 林以棠 话说到这里 我便明白了 并不再多劝 举杯江卫明说的话融在酒里 咽下 手机响起 上面的号码我格外熟悉 是商卓妍打来的 我犹豫了许久 还是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不是商卓妍 是一个女人娇笑的声音 喂 林小姐吗 商少让我告诉你 明天的晚宴她不去了 你自己去吧 明天是商母举办的宴会 说是宴会 实际上就是在我退回镯子后找借口 让我跟商卓妍重归于好的理由罢了 商卓妍做了什么 他们不会不知道 可却从来不阻止 不过问 直到我主动退婚 将镯子送还回去 才有人开始着急 我挂断了电话 那宴会我本来也不想去 明知道他们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我本来就恶心 可这次不去 还有下次 下下次 只要我不结婚 即使商卓妍在外面带回去的孩子 都会有人劝我再忍忍 忍到结婚 忍一辈子 我攒着手机的指尖 渐渐发白 季云帆起身 走到我面前 单膝跪地 将我手中的手机拿走 一下又一下地揉着我的手指 明天的宴会我陪你去吧 我低头看着他 季云帆不可能不知道那宴会的目的是什么 他和我一起参加 确实能打消别人 劝我继续和商卓妍在一起的念头 可是他自己呢 会有多少难听的话 近他的耳朵 现在这个时候和我绞在一起 并不是个好选择 即使他是季家的人 我张了张嘴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季云帆知道我心中所想 第一次主动靠近我 却也只是用唇碰了碰我的指尖 我不想放弃每一个在你身边 离你更近一点的机会 况且 能和你的名字一起被人提起 我甘之如疑 我和季云帆一起参加商母准备的晚宴 确实震惊了不少人 一向冷静的商母 在看见我晚在季云帆壁弯的手时 脸上的笑容消散了个干净 连招呼都没打 便黑着脸离开 怎么就生气了 我只是带别人来参加宴会 你们就这么惊讶这么生气 当初伤着眼拥着无数女人 当着我的面调情的时候 你们怎么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季云帆故意凑近我 留给众人一个暧昧不明的角度 看来效果不错 我当初重重压在心底的心结 似乎得以喘息 心情畅快了不少 明天开始 林以堂和季云帆的名字 算是彻底锁在一起了 不过 名声应该不太好 季云帆看起来心情不错 以堂 我说过的 我甘之如頤 宴会进行到一半 我和季云帆 除了面对四周投来打量八卦的眼神外 似乎还挺开心 直到伤着颜推门进来 他的脖子上还戴着红痕 西装和领带也有些许凌乱 看来这段时间 他还是最倒在温柔香眉出来啊 伤着颜来的匆忙 看见我后 拧着唇一步步朝我走来 原本交谈的人生也没有了 全部化成一道道目光 看着我们三人 伤着颜看着我身边的季云帆 突然笑了 那笑容却格外勉强 我怎么把你给忘了 你回来的还 真是时候 我一向讨厌伤着颜这样的阴阳怪气 并不想再与他过多纠缠 正打算转身离开 便听见伤着颜讽讽的声音 林以堂 我还以为你真的爱我呢 原来是留了后路啊 没了我们家 下一个还有季家 季云帆 你可得小心点他 他的手段高明着呢 当初不就把你我迷的 伤着颜还没说完 我身旁的季云帆已经快步上前 一拳挥在他的脸上 两人缠斗在一起 犹如两只困兽 伤着颜可能是因为喝过酒 渐渐败下阵来 只有季云帆还死死攥着他的衣领不放手 伤着颜 当初我走之前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看看你把他逼成什么样子了 你自己想烂在泥里 为什么要把他也拉进去 你也配站在他身边 我来不及想他们的话 上前将两人拉开 拽着季云帆离开了宴会 身后伤着颜似似乎在叫我 可我这一次没有回头 京城从来不缺歌舞升平的聚会 可自从季云帆和商卓妍当众扭打在一起后 便没有不长眼的敢把铭铁同时递给两人 季云帆指尖轻敲着方向盘 等红灯的间隙 我感觉到他犹豫了许久 才壮丝不经意的问我 后天我们家老爷子过寿 你想来吗 我点了点头 身旁人换了手轻快的钢琴曲 唇角微弯 没了往日的冷静自持 连带着 我都跟着心情愉悦起来 当时季云帆为了我和商卓妍 把事情闹得那么大 我总归是要出面的 季老爷子的寿宴道场的人不少 就连商卓妍的父母也一同道场 无论宴会上的人有什么心思 起码表面上大家都和和气气 毕竟是季家的场子 谁来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 有人朝着门口惊呼一声 宾客顿时将视线都一道来的人身上 商卓妍身边缓着两个女人 比起他以往喜欢的娇艳类型 这两个女人格外乖顺 一声不吭地跟在他身旁 只是 这两人的长相都有那么六七分像我 倒是那副表情 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顺从 商卓妍一来变成了中心 人群缓缓一动 纷纷远离我们三人 商卓妍朝我们瞥了一眼 顺手搂住身边人 暗讽道 有的东西看来也没那么珍贵 季云翻阴着眸子 抿了一口杯中的酒 正要上前却被我拦住 我挽住他的手臂 轻轻摇了摇头 商卓妍这架势分明是冲着我来的 可我却不懂他这么做的意义 商卓妍 你究竟要做什么 原本的商妇商母吃定了我与商卓妍青梅竹马 我放不下他 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胡闹 只要不影响商林两家的婚约便好 可现如今 商卓妍就是故意在身边带了这两个女人 我最近和季云翻又走得很近 事情愈发偏离轨道 商妇商母终于沉不住气了 他们原本就是毫无感情的联姻 对商卓妍的婚姻当然要理所当然的把控在手心 为家族谋取更大的利益 商母面上挂着笑 走向我 却在要伸手拉我的时候被季云翻侧身挡住 商母面色不变 只是半提醒的扫了一眼季云翻 笑道 云翻别闹 你爷爷还在呢 我来领我未来儿媳妇见见人 这话一半是提醒季云翻 季家的长辈都在场 即使他喜欢我 季家的长辈也未必同意 一半是拒绝了当初我把镯子还回去 明确退婚的事情 季云翻只是低头看了他一眼 拉着我走到季爷爷身边 我想正脱开 但季云翻却没给我拒绝的机会 我现在站在季云翻身边算怎么回事 商母脸色不太好看 皮笑肉不笑的看着站到季家爷爷身边的我 乙堂 你怎么站到别人家去了 着眼都来了 你们小两口的事情别让外人看了笑话 季爷爷的头发已经花白 此时被人扶着坐在主座 却依旧是一副不怒自威的模样 我听说乙堂前些日子就和你们家没有关系了 怎么你们现在还缠着不放了 商母显然没想到 小辈的事竟然能传到季老爷子的耳朵里 我也惊讶的看向季云翻 他低头凑到我耳边轻声道 我这么突然的跑回国 爷爷就知道你又恢复单身了 商母还强撑着解释 小情侣哪有不吵架的 哪能当真呢 季老爷子生如红中 显然已经带了几分的怒气 你们家做那些混账事 京城里还有谁还不知道 耽误乙堂多少年 又耽误我孙子多少年 既然林家小丫头 父母都不在国内 那今天我便帮他做这个主 林乙堂和商卓妍 以后再无关系 一时间视线又全落在我身上 没等商母开口 商卓妍先她一步问我 她的脸色难看至极 可眼神中却含着期待 一动不动的紧盯着我 林乙堂 你是这样想的吗 我看出商卓妍期待我拒绝的眼神 可我却不愿意 商卓妍啊 我给过你那么多次机会 即使是今天 你也依旧变着法子来侮辱我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拒绝 我勾起唇 在商卓妍期待的目光中开口 我当初退还卓子的那一刻 就已经和你毫无关系了 那天商卓妍像是什么信念在脑海崩塌 几乎是跌跌撞撞的离开了宴会 商父商母也随之离开 可经历了这些 我却没有像最开始那般心痛 季爷爷的话让我想了好久 为什么说耽误了季云帆很多年 加上当初季云帆为了我匆匆回国 有什么事他藏在心里 却一直没告诉我的 这一次唤我跑到季云帆的公司 缠着他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快说说嘛 季云帆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件 不肯回答 只是耳根已经微微泛红 我故意逗他 假装起身要走 不说啊 当初说没什么比我重要 现在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哎 那我还是走吧 季云帆叹了口气 终于放下已经看了半小时的文件 看向我 眼里满是宠溺与无奈 你赢了 季云帆跟我讲 当初在学校里 他和商卓妍在同一个篮球队 从我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篮球场的第一天开始 他和商卓妍便开始了明争暗斗 可惜你只看得见商卓妍 每次你一来 我就拼命的头三分 你却从来没看我一眼 季云帆说这话时 带着浓浓的醋意 我有点想笑 又想到少年时的季云帆是多么眼高于顶 却被我一次次地忽略 心中又泛起酸涩 我不愿意就这样放弃 想主动找你表明心意 当时你正好在向商卓妍表白 那天我就像变态一样拿着花朵在树后面 听着我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 再后来我找商卓妍打了一架 心里不服却还是逼他发誓要对你好 让我眼睁睁看着你们在一起 我做不到 我怕我会疯 所以我走了 其实 当时我还挺放心商卓妍的 他是个好人 起码当初是 我趴在他的办公桌上 静静地听完他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对我的暗恋 从始至终我都全然不知 如果不是我主动问 想必季云帆还会藏在心里好久好久 季云帆牵着我的手 引着他俯上自己的脸 轻轻蹭了蹭 眼中带着犹豫又坚定的开口 以堂 你给我个痛快 我爱你 你能不能 也试着喜欢我一下 我摇了摇头 季云帆眼中的期许按了下去 笑得勉强 没关系 我 我会握住他的手 与他食指相扣 我的意思是 不用事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季云帆堂而皇之的 就用着与我食指相扣的姿势 走出了办公室 又磨磨蹭蹭的 走过员工的办公区 员工们的视线 尴尬得我恨不得把头埋进门口的发财树里 原来季云帆是这么喜欢炫耀的人吗 但 我们之间耽误了这么久 便随他去吧 季云帆随便吩咐了助理几句 便拉着我开车离开 坐在车里时我还是懵的 我们去哪呀 季云帆眼神坚定 丢垃圾 季云帆开车到我家楼下 拖着空的行李箱上去 看着我家里的摆设 一样一样问过去 这个是你们两个谁买的 我被问得不耐烦 主动上前把伤酌炎曾经留下的东西统统放在行李箱里 实际上并没有多少 伤酌炎很久没有回来了 屋子里他的痕迹一点一点被遮去 只剩下这一点 虽然少 但我却一直都舍不得丢 宁愿让自己痛苦也要摆放在原位 直到今天 一个不落地全放进行李箱 打包把这些寄到伤酌炎家里后 季云帆似乎没了一切顾虑 锁上车门凑上前 轻碰我的唇 见我不躲 再继续一点点撬开我的唇齿 直到我感受到季云帆呼吸声越来越粗重 才忍不住轻推他 季云帆低头看 我的谋色待遇 晦瑟不明地回到驾驶位 念念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季云帆正将我按在沙发上 不让我出门 带我去不行吗 不出去不行吗 手机响起 我急忙打断季云帆 马上控制不住的动作 林以堂 你出息了 谈恋爱敢不告诉我 我还是看热搜才知道的 我一脸懵 才想起来 自己确实没告诉念念 可新闻又是怎么回事 啊 什么热搜 念念转发给我 标题赫然写着 既是继承人与林氏千金车内热吻 难舍难分 疑似好事将近 视频不知从什么角度拍的 正好把我和季云帆当时在车里接吻的全过程拍到了 我一脸震惊 娱乐圈是没刮了吗 狗仔怎么还跑来拍我们了 我忙安抚念念 好啦 小丈母娘 改天专门请你吃饭 介绍我男朋友 念念在电话那头不屑道 哪还需要介绍啊 你俩还嫌没把这京城闹翻天啊 门铃响起 我挂断电话后 推着季云帆去开门 季云帆站在门口半天没声音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忙起身上前 果不其然 来的人是伤卓颜 伤卓颜心红着眼睛 死死盯着季云帆脖子上的红痕 在看见我后 又努力控制自己 牵动嘴角 以堂 我找人查了你现在住在哪 原以为你会搬出去 没想到你 还是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住了五年 你还记得 对吧 伤卓颜几句话说得磕磕绊 几乎要用尽全身力气 他看向我的眼神有期许 还有 祈求 伤卓颜 尽量忽略我身旁的纪云帆 继续带着我回忆 我们一起搬进来的 你说这里离我们的公司都近 下班回来就能早点见到我 伤卓颜的每一句话说得都无比艰难 想用回忆把我拖进回忆中 拖进我们还相爱的时候 我知道我错了 我混蛋 我仗着你的喜欢就 干出那么多混账事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回来吧 乙堂 我不能没有你 我会疯的 乙堂 我们回到以前吧 你是爱我的呀 对不对 伤卓颜 伸手要来拉我 却被季云帆拦住 伤卓颜 不知为何被他这举动刺激到 一把推开季云帆 你为什么要回来 你为什么要来打扰我们 我拦在季云帆面前 念无表情的开口 就算没有他 我们也继续不下去 伤卓颜 你向前看吧 伤卓颜像是受了极大的痛苦 不断的摇头 眼中的泪已蓄满 马上要坠下来 乙堂 我错了 我不该不相信你的 我不应该用这么幼稚的手段来试探你爱不爱我的 我把他们都删干净了 我身边不会再有别人了乙堂 我只想要你 我让你丢人了 我去道歉 我去跟他们说都是因为我 都是我的错好不好 说完忽然想到什么 他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个小匣子 里面静静地躺着那天被他摔碎的玉琢碎片 伤卓颜的手指在发抖 连带着声音也是 我找遍了京城 有人答应 有人答应我会把他修好的 我们也会重归于好的是不是 没等我回答 季云帆在一旁挑眉嘲讽道 当初想什么了 有人跟你争才知道珍惜 人都向前看了你才知道悔改 镜子破了都不能重圆 你这玉琢就算修好了能怎么样 和以前能一样吗 拿着几块破石头当自己情圣呢 别赖脏我老婆的眼了 我摇了摇头 对伤卓颜开口时早没了任何情感 伤卓颜 这段感情我问心无愧 但不是所有事情 道歉和修复就能回到以前的 你走吧 说完我便要关门 却被伤卓颜拦住 林以堂 你曾经是爱我的 为什么你现在对我能这么冷漠 你相信他就不会犯错吗 他就是什么好人吗 他们记家真的能接受你吗 我轻轻叹了口气 这样的伤卓颜让我陌生 我熟悉他满腔的爱意 也熟悉他刺骨的冷漠 唯独不熟悉他的绝望 伤卓颜 我们就这样吧 近七年的感情就这样吧 伤卓颜摇着头 死死的盯着我 似乎想从我的眼神中读出其他的内容 伤卓颜 我不想再过以前的日子了 他忙出声 我不会再让你 我打断他 可是我会 我见到你 就会想起 自己这几年 因为你受过的所有痛苦 别让我恨你 伤卓颜 伤卓颜愣在原地 一滴滴泪滑落 无声无息 以堂 你明明 爱我的呀 我关上门 心里难过 又有重生般的痛快 纪云帆将我拥入怀里 心疼地吻过我的发丝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摇摇头 不 纪云帆 谢谢你带我离开这深渊 我来晚了 请你带我感到的 伤卓颜 在今天